因為都被你們害了啦 這什麼事情 讓立法院副院長洪秀柱 這麼尷尬 副院長 先給提任 提任 提任 先給你 原來是同個場子 碰上王院長 他趕緊溜掉 還連忙說 本來我是院長還沒來之前 我幫院長墊底的 結果這個時間被你們給占去了 形成墊底沒關係 一旦洪秀柱很介意 選總統不該只是墊底 國民黨中央啟動防磚機制 如果未來兩份民調 平均沒有超過30% 洪秀柱的總統夢就到此為止 不是有一家報紙說 我已經28%了嗎 我這樣看起來只差2% 我自己評估是 審慎樂觀 這個衝破難關 應該不會有太大困難 小辣椒自估 民調有望超過三成門檻 白鎮對手楊志良也聯手力挺 國民黨的立委 天天在喊徵招 洪秀柱30%都還沒有確定 你怎麼去講真招 我覺得這個黨 就只會喬來喬去 這些所謂的諸侯 閉起你們鳥嘴 國民黨這週中常會 將要討論可能的真招機制 是不是真的從防磚演到真招戲嗎 期待強棒出擊的國民黨 團結若只是講講 恐怕最後還是回放落空的 一闖敗戰 結果向黃圓新手組彩方報導